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马之创第四集 我是美丽 这一集你会看到安琪博士没有在场 因为安琪博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要开 他就去了我们马来西亚的观光局开会 原先我们是计划要喝下午茶的 但是他说喝下午茶一定要等他 所以这一集我就带大家看一个攻略 中国有沿喜攻略 那马来西亚有什么攻略呢 就是购物攻略 来我们看一下对面就是LV 那马来西亚在奢侈品来说 我们是全亚洲最便宜的地方 那这里我就站在星光大道的尾端 那可以说马来西亚这里也是旗舰店最多的地方 我们往前走看看这条路是怎么来的 来跟着我一起走咯 我现在站在这里的地方叫做Pavilion商场 好我们往前看一下这一条马路 如果你要过来这个商场或者是你要过来星光大道的话呢 是很简单的你可以做粉红色的巴士 那个粉红色的巴士呢可是免费的哦 不用钱 而且呢除了做这个免费的巴士之外呢 前面我们看到一条铁轨你可以坐单轨火车 当然铁轨的下面呢其实也有地铁站 所以你也可以坐地铁 我们交通也很发达 你如果是没有坐地铁的话 你也可以打GRAB 就是GRAB 就是所谓的很像中国的地铁打地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漂亮的喷水池 这个喷水池呢是由梁慧山一位名雕刻家所做的一个琉璃 他也是建立式记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琉璃 下面呢最大碗的就是马来人我们的马来同胞 因为他们是比较多的 在马来西亚呢他们占的大概是一半 那中间的是我们华人占的百分之二十三 那最上面的就是印度人印度同胞 大概是占的百分之六点多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大家都是很和谐的在一起 所以这个叫做大圆满花开 好我们呢现在要开始我们的购物攻略咯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一下 好我们往前走呢这一边呢有一个柜台 这个柜台呢一定要认识 下次你来的时候呢你就要先走到这个柜台 这个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哦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卡是怎么用的 好来各位跟你讲一下 我呢本来来这边就是要shopping的 那马来西亚这边呢最佳购物商场的那个好处呢 就是他有这张购物卡哦shopping卡哦 那这个是给游客的 你只需要拿你的护照啊或者是你的driving lesson 就是你的驾照过来 你就可以申请了 而且呢他的那个商店呢这边有好多啊 你看这些所有的都可以 那你可能说哎呦都是英文我看不懂呢 没有关系你买了东西之后呢你只需要把这张卡拿出来 你觉得okokok的话马上他就帮你说一说 然后呢最低的折扣是95最高是打到8折 okok但是我就不能享用咯没有办法咯 ok来带你去shopping 为什么Vivian说不能享用呢 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不能只有外国人 这个纸别游客 所以马来西亚对游客都是非常友善的 好我们往前走呢会看到好多的化妆 其实呢马来西亚呢化妆品呢也很便宜 首先我要介绍几个牌子呢是值得你买的 好看一下 那你去看YSL好不好 好啊 我们用他的那个口红 然后可以叫名字好便宜啊 YSL的口红呢在马来西亚是可以刻名字的 所以呢各位贵宾如果你来的话 你可以买一下YSL 那除了YSL呢其实在这边 CSUUMURA的牌子啊 MAC的牌子啊 这些呢都是蛮便宜的 比起国内 那我们往前从 其实这些牌子也很多 这家很便宜 我跟你说 Dior Dior很便宜哦 这家Dior 嗯 嗯 好前面就是YSL了 Vivian就是他的常客 来Vivian讲一下YSL 到底什么最著名 什么都最著名呢 其实YSL呢很多产品 但是因为他这个最上下的就是他的口红 因为呢可以刻名字 ok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说 A7日啊或者要送什么礼物啊 A7时呢不够了 另外超便宜的 再来还有JOMALON 英国品牌的香水 好便宜哦 我们要不要冲进去啊 不要 不行不行 你买东西很慢了 然后观众朋友就会等你等很久 我们就不要看这些,我们看一下国民品牌好不好 好啊 我们再看一下比较便宜的 其实这一层跟二楼,这一层是三楼嘛,刚才讲过了 跟二楼呢都是奢侈品 然后这边旗舰店特别多 那讲到奢侈品,那可能有一些人并不喜欢买奢侈品 可能喜欢买一些本土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本土到底有什么 好,这边呢我们会看到一个牌子叫做Pardini的 其实这个Pardini呢它是衣服的 但是这个Pardini里面呢有一个很著名的鞋子的牌子叫Vinci Vincci好多国外人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都特别喜欢买 然后它还有折扣件 有些时候你买多了,它在给你退一些折扣 所以就超滑的来,而且它的鞋子很好穿 它的高跟也不难穿 其实如果你走到很热的时候,你也可以呢喝一下甜点 这一家甜点店呢是雪花站 这个雪花站虽然不是本土的牌子啦 但是它的天然的那个料呢都是马来西亚的料 就是它的材料 所以好多人排队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就不会看到人潮 要不然平常的话你来的话呢就会非常的多人 好,这一边是Burgan Spa 马来西亚的人呢就很喜欢穿拖鞋 因为我们这边天气也热 然后这边的人呢喜欢穿凉鞋 这一层呢除了Nut Yuni之外呢 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往前就是Kelvin Klein Kelvin Klein也是蛮便宜的在马来西亚 这个时候呢就是打折最多最多的时候 好,前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Jedi 就是卖运动品牌的Jedi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这一家运动品牌呢很多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特别的打折 所以如果你喜欢运动装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 好,这一家就是Nichi了 这是本土的牌子 它非常便宜,它如果是一件上衣的话 我们女生的上衣喔 大概是三十几块钱马比就有了 而且是试穿喔 对对,甚至有时候这样一套 上妆大概是五十块钱马比就有了 还可以试,还可以摸到量子 还可以试试看是不是适合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欸超滑的来喔 而且也不会就是 蛮好看的 然后这边如果是 就是男人可能来到这边很闷的话呢 他也是可以去看一些男人喜欢的东西 像前面有电器店啊这一些也是可以看一下 当然马来西亚的电器呢 可能不会比中国便宜啦 但是如果他想逛一下看一下 欸马来西亚的电器的话也是可以看一下 哇,我们上面看得到什么呢? 东京,这里是东京吗? 当然不是,这里是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日本人住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的日本料理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这边有一个TOKYO STREET 就是一整排都是日本人的餐厅 上到上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了 哦,比里比里我跟你说 哦,比里比里我跟你说 马来西亚这边呢有一个老公寄放处 蛤?寄放老公? 啊,如果是不喜欢逛街的男朋友啊老公啊 等一下大家去老公寄放处 要寄放哪里? 哦,这个我不知道呢 我每次都不敢寄放我的老公 因为我要他刷卡 只有马场拿过来就好了 我们往外走这一层呢 是六楼 其实他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对,这个是东京 东京街 我们来到东京街 对,这边的就是东京街 这一边呢你会看到这一家餐厅 这一家也是一家不错的餐厅 它也是一家哈拉的餐厅 然后你看我们的日本料理呢 它是做哈拉的 哈拉就是清蒸 这样子的话呢 它可以做更多人的生意 而且清蒸食品呢 很多人也觉得很安全 这一边整个呢 就是那个楼下 楼下二楼 就是这边我们看到摆很多树的 这些都是那个开栽节的摆饰 那这个二楼这一边呢 如果是圣诞节的话 就摆了好多的圣诞树 对啊,对啊 我去年来这边我好高的圣诞树 对啊 嗯,还有这个春节的时候 就全部都是红当当的 很漂亮 很多人会因为这一边的装饰呢 而来照相的 我们除了这一层呢 可以吃东西之外呢 二楼也有一些咖啡厅 然后也有一些 就是小餐厅 然后在最底下的时候呢 是比较便宜 经济一点的 这边有一家叫 诶,先看一下这个书店 这是书店呢 对 如果你的小孩很吵 然后又阻止你逛街的话 你就把小孩放在这边 很有意义 可以让他学习一下英语 马来西亚的小孩呢 会英语啦 会中文啦 也会马来语啦 然后有一些人还有学外语 然后这边有一家西餐厅 我们这边西餐厅有很多呢 都是对小孩呢 很好的 这一家西餐厅 如果你带小孩来吃的话呢 他的饮料呢 是喝到饱 不用钱 然后小孩吃的话呢 是有半价 然后这边有一家呢 叫Grandmama 就是外婆 这家很好吃 这家也是有很多 当地口味的餐 好,我们看了那么多好吃 但是不是太经济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比较经济的餐 来,我们往这一边走 这家面包超好吃的 对 好 那这一家面包店呢 到底他著名的面包是什么呢 我其实呢 最建议大家买的呢 就是他的海绵蛋糕 那待会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海绵蛋糕 他的海绵蛋糕 有两种是很好吃的 一种呢 是香蕉海绵蛋糕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的那个 板南叶海绵蛋糕 前面我们看到绿色的呢 就是板南叶的那个 就是海绵蛋糕 然后黄色的那个呢 就是香蕉蛋糕 很好吃 这一边呢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真的是人山人海 这一家叫做 这一家呢 这一家呢 叫老友鬼鬼 但是因为在这个商场的关系呢 所以他写着 Youtiao Y-O-U-T-I-A-O Youtiao 其实呢 他是叫老友鬼鬼 这一边的豆浆呢 非常好喝 因为我有好多国内的朋友呢 都说呢 这里的豆浆就像他小时候 那个喝那个豆浆的味道 特别美味 而且这一边著名吃什么 你知道吗 炸年糕 这是年糕哦 马来西亚在春节的时候也有年糕 然后我们是把它炸起来 炸了之后有什么 这个其实他是夹着的 他有那个就是地瓜 还有那个芋头 夹在一起 来 这个是我的好闺蜜 已经准备好给我了 其实我今天带了好几个闺蜜 没事 这一块就是我自己吃 这是芋头 年糕 地瓜 很好吃 就夹在一起 嗯 美味 然后这是豆奶 这豆奶一定要点 浓浓的 那个浓 非常浓郁的豆奶的味道 好香的味道 哎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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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然后里面是有咖喱的 咖喱马铃薯 咖喱马铃薯 咖喱和马铃薯 小辣很香 好多人都在问老公放哪里呀 好等一下等一下 他们已经受不了了老公啊 不要跟着我啊 他的胖老公要放哪呢 胖老公带他去吃东西也行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肉干 马来西亚的肉干也很著名 这是其中一家肉干店 叫我来也的也很好吃 然后这边呢我要介绍一下 很著名的这个 对这个薄饼是马来西亚人自创的 他就是其实是春卷 那你看到他春卷的皮呢 是有一点绿色的 然后呢这个春卷的皮绿色 是因为他用板蓝叶不是色素哦 这个就是有一点你咬下去的时候 这个春卷呢他就是有生菜 然后又脆脆的 然后有花生在里面 非常棒 你下次来的话一定要买 他这个是一个套 所以才28块 那如果是你买一条的话 其实并不贵 如果有放起司的话呢 就是10块9毛钱 好 我们再往前看看马来西亚 很多人来马来西亚 会找的就是榴莲 这个榴莲喝什么呢 吃什么呢 哇 Coffee Coffee 没有精神了 逛到要睡觉了就喝Coffee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Ice cream 榴莲Ice cream 还有榴莲蛋糕哦 这都是各种的榴莲所做成的 这一边这一家呢叫Madame Point 可能我要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他很著名 这个是官夫人 是很多人呢 如果你问他的话 马来西亚有什么道地的餐好吃 然后又可以坐着很舒服的吃 就是叫做Madame Point 官夫人 他是吃马来西亚的餐 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餐也有 中 马来餐也有 印度餐也有 娘惹餐也有 就很方便哦 你就是进来的话 你就可以吃到各种美味的餐 好多啊 怎么吃呀 当地式的下午茶 好 很赞 从这里开始呢 从这里开始 那你就先吃中间那一碗 先看微一点 因为那边比较漂亮 你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甜点 叫做尖锐 也叫做尖锐 然后你有看到绿色的吗 绿色这个是绿豆粉条 然后旁边那个就是红豆 中间那个是冰淇淋 榴莲冰淇淋 下面是刷冰 好 你要搅一下 对其实这个是要搅拌一下的 然后你要跟榴莲喝着一起吃 然后它下面是 然后它是有椰糖 椰糖的 所以你要这样捞在一起 它才会好吃 就这样捞上去 对 然后你就吃咯 好 吃一下 来我为大家吃一口 来看一下 嗯 嗯 好吃 好香哦 可以闻到很香的味道 好 各位看一下哦 炸香蕉 里面呢 是那些手头的香蕉 然后呢 然后沾一沾那个粉 然后拿去炸 好好吃哦 再配一下冰淇淋 嗯 来 冰淇淋 你也来 哎呦我不要再吃了 你再吃一口 好我为观众吃好了 来观众朋友们 这是沙爹 好 就所谓的串烧 哦 这是鸡肉哦 又南洋这边 马来西亚这里有名的香料啊 咖喱粉啊 拿去腌 腌了之后呢 拿去慢火烤 也是很香 那吃这个呢 一定要沾一下这个沙爹酱 这沙爹酱也是香料啊 再加上那个 嗯 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花生啊 花生绞碎 香茅啊 对香茅啊 葱头啊 辣椒啊 很香很香哦 那你除了吃这个以外呢 还要配上这些 这个是 呃 所谓的那个 葛珠巴 葛珠巴是他们的那个 马来人的种子饭团 没有味道的 所以你要配这个 嗯 沾一沙 好好吃 有没有很想吃的感觉 有流口水吗 哇 这个 这个 荷山的沙 这个叫我们叫 雅山 拉沙 那这个雅山呢 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 阿桑啦 也是螺旺子 是一种酸豆 酸酸的就是吃起来 非常的开胃 那里面的汤呢 是鱼汤哦 就浓浓的 鱼汤熬成了 然后有放香茅啦 大葱啦 然后因为有大葱的东西 就会配一点薄荷 这是薄荷叶 这样的话你口 就不会太臭 因为鱼也很腥嘛 还有黄瓜 菠萝在里面 这个超好吃的 不够咸的 加一些些的虾膏 对 这个叫虾膏 这是虾子做成的膏 非常地棒 然后这个 一定要尝试 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 马来西亚当地水果沙拉 嗯 这个水果里面是有菠萝啦 还有芒果啦 还有黄瓜啦 这一些 然后这个上面是什么呢 这个上面就是那个 螃蟹 对 它是软克螃蟹 软克螃蟹 软克的 就是你连壳 可以一起吃的 对 然后这个酱呢 也是一虾酱 对 这个虾酱 它就倒在一起 有花生 芝麻 超好吃的 我跟你说 这个是菠萝 鱼啊 虾子啊 这是香蕉叶啦 它就是 这个是拿来蒸的 这个就是摸摸渣渣啊 这个很好喝 这个很好喝 对 这个是那个薄荷 还有香茅 一起做成的饮料 然后还有清零 这个真的 你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你要搅拌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喝了 嗯 好喝好喝 各位的朋友们 这就是老公寄放出了 给他13块 难听一点 丢个13块马币给他 他就可以坐好几个小时 不吵你哦 不打扰你哦 可以上网 只需要拿一张卡就好了 可以上网哦 OK 所以这就是最好的老公寄放出了 哇 骑骑骑鱼 来 好吃好吃 好 有榴莲的 芒果 火龙果 哦 超好吃的 还有这个 这个也要尝试一下 这个是叫做 马来西亚的一种芒果 对 就酸酸的 好 我们的美食还有逛街攻略 就差不多完毕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大家